Hello 现在正式介绍日本的减肥产品 老板娘大方在镜头前宣传刚从日本托人带回来的减肥产品大力宣传 广告洋洋沙沙写得很厉害 但消费者买了之后拿到货却发现产地不明 减肥药上面是写说日制或者是韩制 可是它其实是大陆制 它自己也有承认说它那个是在原厂是大陆的 对 就等于说它成分也不明 涉嫌广告不实 消费者钱都花了实在很无奈 说这名诚信板娘除了减肥药 还卖各种高仿精品以及平价衣服 说好的快速到货 竟然有的东西一等就是一年还没拿到货 怀疑老板娘拿了钱没有实际批货 消费者有够傻眼觉得自己把钱丢进大海 向老板娘催货疑似还遭到威胁 说什么如果再这样子去炒它 或者是什么可以直接去他家找他 然后他就说什么他有枪吃 对然后有些人已经被他们威胁了 被害人上网控诉 没想到被害者遍布全台多达上百人 他们创立群组成立自救会 实际致电给陈信老板娘 他否认一切指控 老板娘与消费者各说各话 现在消费者决定走法律途径 后续就交由司法来解决 明新闻综合报道